哈哈哈哈 嘿大家,歡迎回家 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沒有發現我穿的跟平常不太一樣 我怎麼沒有帶帽子跟我平常會帶的眼鏡 我現在是穿襯衫然後又抓油頭 這個是我平常上班的樣子 啊我現在剛下班 下班回來就利用時間趕快來拍這支影片給大家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就來介紹這一把 景勝做的1911 OK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景勝的這一把 COLT 1911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包裝其實還蠻精美的 這邊有COLT的Logo 然後這邊有寫1911 100 years anniversary 它是100中年紀念版的盒子 景勝的Logo 然後 然後 這一把其實我已經拆開過 然後我自己也玩過一陣子 不免數而再拆給大家看 現在就來拆開了 這邊抽出來以後 它這裡面還有一個盒子 然後我們這邊掀開了以後就是這把槍本體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把精美的 1911 拿出來 這把我第一次拿到的時候 我覺得跟我原本的一把1911 唯一的比起來 真的重蠻多的 那當然畢竟材質就不太相同 這個是軍甲 用了很多次了 所以釣氣 大家可以近一點給你們看一下 這把 精美的殼子 這把 檢查帳 這邊 看過來對面 開箱以後就會發現這一把槍其實就是一支全鋼製的1911A1 那為什麼我今天想特別的介紹這一把 就是我今年在入伍的時候 有機會拆到真 真槍版的1911 那台灣叫四五手槍 那我就有發現 其實雖然說景勝出的這一把是全鋼製的 那跟真槍還是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是我們那時候在 班長就請我幫忙保養槍 他的拆法跟就是我們在拆BB槍有很大的區別 一般我自己拆BB槍的習慣是 我會先把滑套固定在一半的這裡 然後把這邊這個品拿出來以後 再把滑套整個卸下來 可是那時候拆真槍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這樣是拆不下來 因為他的附近黃很緊 所以變成說你要先壓前面的這一顆 把這個推到旁邊 把附近黃拿出來 整把槍才可以拆掉 那再裝回去的時候也是 就是他的裝法我覺得跟 拆BB槍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當時我的 我在拆這個的時候我沒有壓好 我這邊還被彈到的流線 然後很特別的是 我那時候在部隊裡面就是 保養到的槍 他的下槍聲是美智的 然後上槍聲有寫個45 他就是一把 美智加台智的綜合體 OK Anyway 然後今天會特別想要介紹這一把 也是因為他是 二戰時期非常經典的一把槍 那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二戰明明就是 193幾年到194幾年的事情 為什麼會叫 會拿一把1911出來介紹呢 其實1911顧名思義 他就是在1911年生產出來的一把槍 那他到二戰的後 二戰初的時候 他才正式更名為1911A1 那早期的一戰版本就叫1911 那二戰版本的是後來的改進 他多了一個這個 你可以看到握把這邊還有多了一塊 那你握起來更舒適 那這是二戰版本跟一戰版本最大的差別 那當然還包含槍身上 那Cold的刻字跟下面 軍隊的刻字都還是有一點點的差別 那大體上其實 1911跟1911A1沒有太大的差別 外型基本上算蠻相似的 那謹慎這一把也比較可惜 他在槍身的部分這邊沒有 一個檢查章的刻字 但還有上面有一個點45 基本上他該有的刻字都還是保有的 那其實我非常高興能收到謹慎這一把 因為我早期的時候 我有一把尾翼的1911 然後他是雅千字的 當時我拿到那一把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尾翼做的其實還蠻漂亮 我那時候還特別送去刻字 結果後來看到謹慎出的這一把1911以後 我就發現 不是說尾翼的槍不好 但畢竟他是雅千 他沒有辦法跟 鋼字手槍來比 我那時候第一次拉了這一把手槍的滑套以後 我就發現那種感覺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我相信如果手邊有一把鋼字槍的人 都可以理解我在說的那種感覺是什麼 他跟一般雅千字的手槍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區別 其實那時候我在拉 我那時候在軍隊保養槍的時候 我有特別去拉拉看他的滑套 他的作動聲其實跟警慎沒有太大的差別 唯一最大的差別就是他拉滑套的時候非常非常的緊 那你會看到 警慎做的這一把其實 他的附近環沒有到很緊 因為畢竟他不是靠火藥輸出 他是靠氣體輸出 打撞力 所以他的附近環沒有像真槍的四五手槍那麼緊 那看到這邊大家一定都會很好奇 就是這一把手槍實際在打的時候會是怎樣 那我們等一下就帶大家一起到拔場再來測試 OK我等一下換個衣服我們就去拔場 Let's go 好那我們現在回到了我們的拔場 那我覺得可能大家都會很好奇說 為什麼每一次我拍片的地方都在這邊 那我可能到時候會拍一集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個拔場 他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空間 可以在這邊玩 那回歸正題 就是我們今天要來打這一把 1911-81 然後你們也可以看到這個有一個皮套 他皮套就是這樣戴著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來測試這一把 1911給大家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兩個彈夾 一個是瓦斯的 這個是CO2 那我們等一下這兩個都會下去做測試 然後讓大家比較一下 那種後座力的感覺的差別 那我們先來看瓦斯的彈夾 瓦斯的彈夾它灌氣的在這裡 在底部 我們就先灌12公斤的瓦斯 然後這把是謹慎出的 但它的彈夾跟KJ的是通用的 所以我這個彈夾是KJ的 那包含這個CO2夾也是 那CO2呢 灌 換彈夾 呃 換氣體的那個方式比較麻煩 你要先把CO2轉下來 CO2就可以取下來 再放一個新的CO2進去 轉這個有一個技巧 就是 你把它頂緊 翻緊了以後 準備這樣握好 那一 轉快一點把它轉緊 就不會浪費掉太多的CO2 好那我們現在來測試 我第一個現在手上拿的這個是瓦斯的彈夾 那我們直接打給大家看 瓦斯彈夾的表現如何 那我現在手上的這個是CO2的彈夾 一樣就直接測試給大家看 最好的 3 1 3 等下這兩個我們會分別下去做初速的測試 一樣就是會那種比較數據化的東西給大家看 好那我們現在來測1911的初速 那我現在使用的是瓦斯彈匣 用12公斤的瓦斯 然後一樣是.25的彈 U&M子彈 U&M子彈匣 那我們現在去測試CO2的彈匣 其實CO2彈匣跟瓦斯彈匣他們兩個打起來的後座力感覺跟聲音我聽起來應該都是有差別的 大家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CO2的威力比較大 好那我回來到我的房間 那大家應該也可以看到CO2的彈匣 和瓦斯的彈匣有很大的區別 就是在於他的後座力的感覺會不太一樣 然後加上CO2的初速也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這個手槍雖然是謹慎 但他本身是使用KJ-Word的彈匣 然後瓦斯跟CO2的彈匣都是 那本身我覺得KJ的瓦斯彈匣 企劃效果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還在想說如果到時候有機會的話 可能買一個MARUI的彈匣來做測試看看 因為基本上他們都是同樣的結構 他們是可以同用的 那到時候如果有在 就是有拿到MARUI的彈匣 再來做測試給大家看 回歸到這邊就是 大家可能也會好奇 就是我這次影片的開頭 為什麼是用電影這樣那個模式 然後可能我在介紹槍的時候 途中還會穿插我玩的遊戲 其實因為我很常會看到人家說 就是對於槍的命名 像比如說散彈槍 到底有念散彈槍還是現彈槍 其實他們兩個指的都是同一種東西 但我覺得大家都是喜歡槍 所以你才會去了解 才會去記得這個名字 那我覺得透過遊戲或者是電影 去瞭解槍枝並不是一件壞事 而且大部分人可能瞭解槍都是通過遊戲 像PUBG跟Call of Duty Battlefield 就是這幾個比較有名的 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大部分人我覺得都是從遊戲裡面 來知道槍的名字 但遊戲裡面出現的槍的命名 不一定是現實世界正確的名字 那我覺得這些都沒有關係 前面有提到我蠻愛看美劇 而到後來的時候我會去慢慢的 我會自己去查資料 就會知道原來他手上拿這把槍叫什麼 他由來是什麼 透過電影瞭解跟透過遊戲瞭解 你雖然記得的不是他真正正確的名字 但我相信大家都是因為愛槍所以才會去記 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樣其實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大家都愛槍嘛 那如果有新的人或者是有閒暇的時間 你可以多去查查資料 然後分享一下這把槍的由來或者是命名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這一點是我覺得就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些事情 然後提出來跟大家分享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幫我點一個喜歡 然後並分享給身邊如果有同樣喜愛槍械的朋友 那還想要再看我開什麼樣槍的影片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也會盡量去找給大家並開槍給大家看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說聲抱歉 因為我平常要 我還有自己的一份工作要上班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像其他的YouTuber 可以很快的拍開箱給大家看 那這邊請大家多多包含 但我會盡力的就是一有空 我就會拍開箱給大家看 好那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還有點訂閱 沒什麼 好嗎 未集合拍子 我就是這樣